阿弥陀佛 果冬向大家拜年 祝福平安快乐 万事如意 2017年已经过期了 这一年我们每个人 所努力根营的成果 不会凭空消失 而将成为我们 迈向新年坚实的基础 已经拥有的基础 要珍惜感恩 却不必执着或者惋惜 引接新年最好的心态 则是归灵 灵是活在当下重新开始 灵也象征清净严满的智慧 因此我们讲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若能一念清净 便在一念之间 体验到严满的智慧 便在一念之中 自身于净土 祝愿2018年 能人都能在平安 快乐之中成长 在自安安能之中精进 从佛法来讲 心安就有平安 无事是最快乐的事 无事并非无聊 懈怠无守事事 而是心中没有牵挂 处事无碍的自在心境 不过要能有这种心境 是需要通过练习体验的 因此2018年 法古山提出 平安无事为年度主题 并以止恶行善 心安平安 观世自在 无事无碍 作为实践方针 邀请社会大众 共同来体验 平安无事的争议 平安 有个人的平安 家庭的平安 环境的平安 以及超越 于个人与环境的 就近平安 平安的基础 是从个人做起 我们的意念 言语及行为 除了不自害害人 不困扰自己 也不困扰他人 更要进一步 保护自己 及他人 利人利己 撤离我们身心 清静精进 不受诱惑污染 这就是 止恶行善的 积极功能 进一步来讲 心安 平安 是调心的功夫 从收心 舍心 到放心 保持内心的平静 与明静 使我们 不受外在环境变化 而且情细的波动 进而成为 安定环境的 中流砥柱 观世自在 无事无碍 则是智慧的观照 心无所求 而能设身处地 为他人着想 给予适当协助 也就没有舍不得 亦放不下的人事物 并且学习 观世音菩萨 普门视线的精神 不畏苦难 而能救苦救难 假使一天之中 有一次这样的体验 就有一次的成长 如果每天 都有这样的成长 不仅自己 能够感受 平安无事的自在 以我们互动的家人 职场 环境 或是社会大众 也会越来越安乐 佛法看待一切现象 不讲主观 以客观 而是彼此互为 因缘的互动 关系 恩师法谷山 创办人 圣言师父 告诉我们 从个人的提升 到促进 整体环境的安乐 一直到 无事于心 无心一事的平安 有五个层次 第一是身体放松 第二是心量放宽 第三是烦恼放下 第四是把个人的责任 放为放大 第五是把目标 以方向放延 这五个步骤 看起来是不断的放放放 其实是要放下自我中心的厉害的事 放下之后 则要提起怨心 随时想到 自己与所有的人是生命共同体 乃至于承担 一切众生的平安快乐 这就是出发菩提心 提得起是慈悲 放得下是智慧 经常练习提起放下 放下再提起 心中不留情绪 情感执着的痕迹 只有契机 契礼的慈悲 那才是真正的平安无事 希望新的一年平安快乐 还是要重新开始 以身作者 若能尽责护者 大事小事 多事好事 若能修福修慧 大事小事 多事佛事 若能提放自如 大事小事 大事小事 根本没事 祝福大家 心安最平安 无事最快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